上礼拜看到什么好龙兵啊 朱立伦啊 因为放假了这个步骤的问题 被骂到臭头 好了 现在呢 史无前例的台北市 新北市 桃园县跟基隆市 因为现在是以整个大台北区的这个生活圈 大家都会牵动的 所以呢 以后只要一个县市因为台风而停班停客的话 另外三个县市都要同进退 并且只要停客呢 就会停班 特地台风还没登陆 好龙兵率先宣布 未来北北基陶四县市 放台风价 同步办理 就是有关停班停客的标准啊 原则上是以大台北生活圈 也就是北北基陶为一并的考量啊 如果有停班停客的决定的时候 县市首长会互相通报 然后共同来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原则上最晚的决定时间点 就是当天早上的五点半 未来四县市将采取停客就停班 让家长可以放心在家照顾小孩 考量跨县市工作的通勤族 北台湾生活圈包括基隆 双北市和桃园县 未来只要有一个县市放台风价 其他三地就公进 像我们家就是在基隆啊 那有时候你基隆台北放假或台北不放假 我们上班是在台北 那我们就不知道说到底是要依哪一边为主 不便 不好 要不然就一次了 这样子 老板当然不高兴啊 因为你们没来上班我就少赚一天啊 四县市一起放台风价 民众反应不一 但北北基陶加起来将近九百万人 届时如果真的同步放假 恐怕会引起不少企业反弹 豪宇只有在一个县市的小部分地区 授权当地的县市首长来做决定 台风 豪宇停班停客问题 绿绿引爆争议 四县市破天荒决定 未来共进退 中天新闻理事件 侯清理台北台湾报道